戴著黃色宮城帽的紅色病毒 像在遊戲闖關般 在人類身上鑽來鑽去 這是由府人大學 應用美術系學生 接受夢想動畫公司指導 創作的動畫作品 然後我們的動畫 是在講述一個人類確診的過程 病毒是如何在身體裡面作用的 因為當初我們在大學的四年期間 就是受新冠肺炎的影響很大 那就覺得說他影響我們這麼深 那為什麼我們不把他 用會寫有趣的方式呈現出來 希望大家忘卻疫情痛苦 看準學生創意無限 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攜手動畫特效協會 推出首屆動畫新秀浮育計畫 選出十組學生團隊 接受公司指導使用業界器材 承接學校到職場經驗 進一步培育台灣優秀動畫人才 因為我們原創的內容 沒有那麼早被發掘起來 對 但其實大家的基地 尤其是學生的美感 也都很讓人驚豔 他們可以很快地去學習 業界最新的技術 小孩 我就能看到 把人看不到的東西 另一支動畫則由台南藝術大學 學生黃信偉個人創作 講述一名殯儀館員工 在整理公墓時意外撞見亡魂 得幫助他們完成心願 故事背景就設定在白色恐怖時期 而會有這種發想要源自他的特殊身份 我除了動畫創作者身份以外 其實我本身也是個算前議員助理 我們去市政考察的時候去到台北 就是六張禮公墓這個地方 那那個時候就接觸到那邊的一些白色恐怖受難者故事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優勢 我們在一個國際角力的夾雜當中 那我們有很多豐沛的文化衝突 透過觀察生活創作出各具特色的優秀動畫 學生們用作品告訴大眾 台灣動畫不容小覷 也期望這些IP可以打進國際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動畫實力 人經位是世情一梁海搖 台北上報道